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 下午即时公量的环节 我是节目主持人钟慧欣 会和大家跟进内房股方面 先和第一个跟进 是Pino 2202万科企业股份 还有Stanley,是研究部经理直要辉 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Stanley,你好 你好 刚刚提到万科企业 今天股价升3%左右 今天充到17.84%的位置 现在来说去到17.32% 这只股份来说,今天也有大空唱豪 来自瑞讯的研究报告 首先,根据港交所的权益披露 说集团增持了万科股份 至到15.29% 希望要维持他们大股东的地位 再加上之前公司公布了 有1000亿人民币的回购股份计划 等等 而这份报告也唱好万科的后市 它说,下行的风险 比起其他股份 即是同行为之少 另外也指出一些销售数字 我们稍后可以再讲 增持股东的地位 会不会比较少 因为通常都是主席自己增持股份 华润集团,今次这个举动 会不会大家有什么揣测呢 其实应该不会 因为时间关系 我也在找一些资料 在看一看 原来这个万科股权的架构 都不简单 但可以告诉大家 听说 在今年8月底的时间 原来这间公司的保能系 基本上 持股量 曾经超越过华润 成为了万科的大股东 但看回最新的资料 华润在近期 A股休市的休市 在港交所有通告 就是说增持万科A0.4%的股权 而这个做法 就变成说 现在华润系 在万科的持股量 就到15.29% 基本上 之前提过的保能系 基本上就是15.04% 意味着华润系 重新拿回 叫做万科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不过你说这一个情况 都可以追到一些 叫做公司小率的背景 因为其实之前的时间 包括万科 座内的总资商主席王石 基本上都说 华润是一个比较好的股东 而且始终 对于华润来说 甚至乎 你说万科股权的架构 其实是比较分散的 这个也可以说是 万科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卖点 所以你说是否好奇呢 这次华润这个事件 基本上按道理 他都拿着万科的股份 所以 只不过你说 现在这个增持行动 可能令大家 突然之间 觉得 已经是否有人欠万科 大股东 似乎 应该就 未必是 好 我想 现在 市场人士就认为 你看看你刚刚说到的 保能系 他是第二大股东 现在拿着就是百分之十五点零四 而今次 环润这个举动 也都拿着万科 去到股权就是百分之十五点二九 是 保持第二大股东 不担保他以后有些什么举动 我想大家都密切留意 举动又不会有太多 其实你可以说 因为 本身两者都拿着股份 但是 只不过突然之间 可能因为 这个 之前提及到 就是那间叫保能系 他自己增持了某些 的股数 令到他的地位 就变得第一大 但是 这些消息 除非 除非 除非去到一个地步 两间公司 就真的要争夺 这个叫做 万科的 就是单大股东地位 如果不是的话 应该照计 就不会有些 好 就是太多的东西 对那个 就是万科的股价帮助 应该不会太大 好啊 我们看完 就是刚刚我证明一开始 说到瑞信一份的报告 是 他除了他下行的风险 比同行其他股份 为之少之外 也都指出 其实他那个 合格销售的表现 他就说 万科八月份的合同销售 按月来说 就虽然跌了百分之七 但是因为就是这个贵事性因素 如果看回岸年来说 升幅都非常之高 是 有百分之四十六 那么多 如果头八个月的销售 岸年就增长百分之二十一 他说未来就是贵尾金九银十 往往来到这个时候 内房股都可以做回部署 既然有这么亮丽的表现 来到第四季 那个消息有什么的憧憬呢 会不会说其实这么多的内房股 它都算是真的 这个数字来说 就为之最好呢 那数字上就以我所认记得 它应该不算是最好那间 是 但是都不是差的 但是你说金九银十 又没有什么太大的憧憬呢 是的 都老实说都很难的了 我觉得你说现在内地的 当然啦 留地的房地产市道 其实在今年来计又不是太过差的 那特别是一些叫一二线城市 不差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说现在 就是刚刚很状态 或者之前的时间 说你那个股市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那我觉得你对于个别的投资者 或者对于一些市民来计呢 他们那个叫是 可能买到资业那样东西 可能是有些少的打击 这个可能是真实的 但是万福一直以来 你问我对于这间公司的看法 第一 管理层方面 就是我对于他们这个管理层的团队 第一是加分的 第二就是说 万福有一个比较是 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就是 它那个财政的状况是比较健全 如果我没有记错 它应该是这么多一只内房股里面 一只是 接吻是 都不喜欢 其实只有一只 基本上是正现金 就是主要正现金的水平 所以就变相 那个基本金数都可以说是比较强的 而且有几多公司 之前也都提及到 就是说有些叫回购股分析的话 虽然 这个回购股分析行动 它那个回购的价值 13.7 应该就真的很低 你研究17.2 基本上不到这个位置 可能都不会做事 但是 变相就是说 可能变相就是这个原因 变相就是可能它的股价 就是下行的空间 也都正如可以随信所说 相比其他的内房股 可能它真的比较稳健 因为始终公司有一些 叫回购的因素 而且在内房股里面 万科都属于这个龙头之一 所以对于它的前景 如果你是假设 你要买这个内房板块的话 说真的 你问我可以选择的 都真的不是很多 但是万科可以说其中之一只 税信这份报告 它的目标价就是26元 评级都是继续维持 优于大致的评级 刚刚提到 它一朝就冲到去17个爆死的位置 曾经都碰一碰 就是条20天线的 不过升幅又稍微收窄了 其实势头都漂亮的 是不是 如果要部署 你又说到股值都便宜 如果要买都是它 或者是那两只央企 是 那这个价位能不能进去 大前提就是 现在你是不是想入市 而且你说 税信的目标价 你说26元26个多 说真的 可能它有很多的假设 可能觉得内地的内房 旁企 可能之后的业势会很理想 甚至乎 那个消息是很理想的 可能先到这个目标价 不是的话 说真的 它那个叫高位 都是有一个领 26个多 似乎比较进取 就是我觉得 可能长线一点 是不是 那长线 如果大前提 16元 如果你假设市场是好的 很多东西可以买 但是 内房股当然 内房股是要选要买的 这是一个选择之一 但是我看法又不是 看得那么 就是我觉得 目标价不会那么进取 如果这些位置来计 有20元都很不错 是不是 十出个多了 现在升了20元 差不多升了至两成 是 所以我看法目标价 我看法不是那么进取 还有现在 当然现在的市况就是说 看你买不买货 但是我自己认为 现在这些市场 都是 看得到一些 尤其是内房这个板块 始终大家觉得是 担心 因为内地的股市动荡之后 有机会都会打击楼市的情况 所以我自己不是这么看的 就是我自己调转的 我自己觉得 就是说内地的股市不行 反而楼市 可能有点的憧憬 而且因为楼市 始终在经济的层面上看的话 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板块 如果你楼市好的话 变相成一个产业链 产业链 它乱动整个经济有个比较好的表现 所以楼市我觉得又不会太差的 但是这些位置 升上来 你才说要买 我觉得就等下 我宁愿你说 他有机会 可以再次回来 大概16个半这位置的时间 先再考虑我未遲 OK 好 最后和大家跟进来 就是内房股方面的造价 中海外 整个版 暂时来说 距下跌2.5指 去到21.9 华智地靠稳升1.6 万科企业升4.6指 升幅有3% 另外见到碧维员升3先 西贸房地产升6先 富力地产上升3% 暴6.9号3 暂时升1.8 瓦居落升1毫子 升幅有3% 合景泰富升7先 步4.57 六成中国 升超过3% 升1毫7 步5.34 恒大下跌超过2% 跌1毫2指 步4.67 节目时间到这里 谢谢Sandy 这只股份有没有拿着? 没有拿着 明白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会开始解答大家的股票问题 稍后再谈